大家好,我是露露 今天我教大家做一些很简单的驱炆水 因为夏天就是来了,已经开始被拔咬的季节 所以今天就教大家做一个驱炆水很简单 首先就会看一下我们需要什么工具 每一次都需要消毒工具,所以我们要用消毒酒精 然后我们用蒸油做的驱炆水 我今次就会用柠檬草的蒸油 还有香茅蒸油和薄荷蒸油 还有就是蒸馏水 如果你问我是不是一定要用蒸馏水 蒸馏水感觉上就干净些 如果用水喉水也可以,不过水喉水比较多雜质 所以最好就买蒸馏水 我也是买最便宜的那一款 还有就是一些可以噴的器皿 可以因为到时候我们混合完之后 就倒入里面再噴 还有一样东西就是这个蒸油的分散剂 因为水和油是混合不到一起的 它混合不到一起 所以我用蒸油的分散剂 这个是否一定要用呢? 如果我真的没有的话 每一次我混合完之后 其实都是需要用之前搅匀 然后噴 如果不然你用完放下了 水和油又会分开 所以就比较麻烦 有了这个蒸油分散剂就方便些了 好了,那我们现在就先消毒一下 那我们还需要一个 涼杯和一支搅搅棍 还有一个磅 每一次都要 因为我们要计算一些份量 噴的小瓶也要消毒 之前已经洗干净了 所以不需要再消毒了 现在就清洁一下 这个搅搅盘 把水分和凉杯 那现在呢 开着个磅 然后呢 就倒些蒸馏水进去 凉杯里 好了 其实有凉杯就不需要磅 因为呢 我的凉杯只有50 100 150 那就难计算些 所以我也是需要用一个磅 好了 接着呢 就再加蒸 哎呀 现在呢 现在呢 我加的是柠檬草 然后呢 再加薄荷 那你说 那三个成分是怎样呢 其实那三个成分呢 加上是9%就可以了 那多少 哪个多点少点呢 我自己觉得没什么所谓的 但是 这个 这个 Lemongrass 和这个 香茅呢 就尽量多些了 好了 这个香茅呢 新的要开一开 新的要开一开 包装先 好了 加完之后呢 我们现在呢 就加上 这个 这个 蒸油的分散剂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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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呢 已经完成大半的了 搅上它 那因为这个不是加热 那所以呢 很方便 很容易做 就只要把这些东西呢 搅拌均匀 它呢 入瓶就可以了 其实 那我现在搅拌均匀 七七八八了 我已经闻到一些 蒸油的香味 那接着呢 现在就入瓶了 但是提醒大家 我不知道之前呢 我在讲蒸油的时候 有没有跟大家说 其实呢 蒸油这些产品呢 孕婦啊 和如果有残斗症的人士呢 就不适合用的 BB和三岁以下的小朋友 都不好用 那 因为 蒸油呢 那个成分都很浓烈的 所以呢 那所以呢 那么小个小朋友 用呢 它太浓缩 太浓烈的话 就不太适合 是的 那 但是你说 我当是 room space 这样噴呢 OK的 那这些 如果你说用 可能噴在他们的 三仔里 都OK的 但就不要那么近距离 让他们闻到 好了 好了 入了小瓶之后呢 那就完成了 噴一噴才好香 我通常呢 噴在衣服和手上 我等到出街 现在噴一点 这个蒸油的驱焖水 就完成了 就完成了 多谢收睇老老 miss o o 频道 如果喜欢 可以按一下个钟仔 subscribe 这个老老 miss o o 频道 follow ig miss o o 及 like facebook 老老miss o o 多谢